买一杯饮料,喝喝 顺便谈一谈泰国人的信仰 对金钱的态度,人性等等 信仰,大家众所周知的 泰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是信奉佛教的 那么信仰对人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在你感到孤独和失落 缺乏对生命的热情和动力的时候 有一个心灵安危的地方 你比如说你到寺庙去坐 经常能看到的泰国人就是坐在佛像前面 在静静的思考,嘴里念念有词 它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 可能会内心会感到空虚 迷茫和无助 缺乏精神寄托 无法对生命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经常可能会感到孤独和失落 在生活中一些事情可能会没有底线 那么泰国既然有信仰了 按照我们对佛教 对这些教义的理解 总是钱财来生外之物 对不对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 就是泰国人信仰佛教 就是对钱财来生外之物 这是错误的 这是百分之百错误 这个世界没有人会对钱财不在乎 除非他第一多的话不完 第二他心神有问题 正常的人都不会 不管是谁 你信仰基督教也一样 信仰佛教也一样 因为人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基本本能 首先是要活下去 第二是要活得更好 面对的世界 尤其是泰国这样的世界 就是以前比较 怎么说比较落后一点 现在慢慢的大家都开始看到了 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 有那么多有钱人 有那么多奢华的生活 在等待他去享受 就是我打个比方 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我以前经常说 就是泰国超市里卖的鸡蛋 以前只有那种最便宜的 现在高中低档任人挑选 那谁都知道好鸡蛋好 那个所谓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说法 就是哎呀 再再差的洋鸡蛋和再好的那个土鸡蛋 他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太忽悠人了 真的中国很多东西忽悠人忽悠的 简直就是让人难以理解 用脑子想一想 就知道营养价值不一样 而且很差的鸡蛋 它的饲料用的比较多 可能对身体也不一定有好处 有饲料中含有积素 还有这些的 它为了让鸡更好地去生长 更好地去生蛋 它必然会添加一些附加的东西 这些都是违背自然界生长的规律的 当然不会跟土生土长的那个鸡 在三亚的鸡生的鸡蛋好 那么既然世人都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更好的东西 更多的诱惑在等着它 所以泰国人对金钱的态度 会更加明显 所以在泰国 不要以为他们就非常客气 好像就怎么样 没有这回事 碰到钱的问题 谁都会翻脸 尤其是大钱 一样的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 在泰国 由于这个宗教信仰的加持 他们做一些事情 会有一些底线 而不是像某些国家 没有信仰 做事情没有底线 我前面也说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富裕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过好的生活 但是 一定要有底线 如果没有底线 那这个社会 说句不好听的话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无底线的做 你想不到的事情 它都能做出来 大家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泰国 泰国的人性 泰国人实际上应该来说是比较善良的 我通过很多事情 钱财除外 就是碰到钱财的事情 除外 我碰到很多的事情 就是泰国人特别喜欢帮助别人 这一点是一定的 如果你有困难 如果你有碰到了什么问题 只要别人看到 他们都愿意帮助你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原因吧 虽然泰国人去寺庙 跟中国人去寺庙一样的嘛 大家拜佛 可能许德院最多的就是 第一 发财 第二身体健康 是不是 泰国也一样 泰国去许院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要中彩票 我要发财 我要身体健康 我要生儿子生女儿 但是 愿望归愿望 我觉得因为可能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吧 因为泰国 大家应该明白是属于极端的信仰佛教 可以说在泰国 这个和尚的话 比县长的话还管用 那么就是说 导致了 就是虽然很爱金钱 也很自私 泰国人也很自私 但是在别人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会伸出原神来 不管你是帮助你 还是去施舍你 他们都会这样做 不会 就是说不管不问 但是现在的情况也是有一点变化的 就是说 世间日新月异啊 因为我在泰国已经待了十年了 我深深地体会到以前和现在的区别 现在确实有很多的泰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 他的思想产生了变化 就并不是什么非常非常的敬畏这个神灵啊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认为自己好心有好抱 还是有的 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强烈 所以在泰国 你不管你是生活 还是做生意 还是怎么样 大家都要有一个对泰国清醒的一个认识 清醒的认识以后 你才会知道我自己做什么事情 该怎么去做 信仰 对金钱的态度 还有人性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点 是不一样的 每个教派都有它的特点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怎么能从中认识到问题 怎么能够安安稳稳的 生活在泰国 顺着别人的意思 我们不能改变一个社会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以前经常跟朋友觉得抱怨 我看不惯了一个事情 就是有些人 到了别人的国家 他一定一定的 觉得 只要别人跟自己不一样 都是别人的错 你们要顺从我的意思 这样做是完全不对的 很容易对自己造成伤害 而且就是非常不好的伤害 也有可能让别人 因为这样的人很多 我们中国人 大家心里面应该明白 我们中国人可能在一起抱怨最多的就是泰国 种种的不是 而不是觉得我在泰国 应该怎么样要融入它 而不去想去改变它 你无法改变 你不许你走了 你为什么在这里又生活在这里 又抱怨了这个社会有什么意思 大家心里面明白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OK 拜拜 拜拜